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亚 我們現在打奧丁的齋二級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這次的光神二獎來解一次三成就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喔 阿努比斯算是黑金守門員之一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一系列的帝皇龍甲獸 再來是瑪娜 那瑪娜我帶的龍科是加速幣 欸 其實可以不用帶加速幣啦 因為進關的時候他就直接把你重置掉了 你可以改成帶一個加級的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是烏瑞亞 好 那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 如果還有疑惑的話就下方留言提出吧 好 那瑪娜的話主要是用來還原版面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你不管說拼圖盾 攻前盾 其實這一隊都有得解 所以不用太擔心齁 好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偷一回合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 好 兩回合之後就直接大力轉就好了 好 這邊的話他會給你下那個負面的buff 不過這隊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齁 因為他還有一個天降加排列的效果 所以一定會高過7 好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二關齁 來 第二關這邊的話就不用偷了 我們就直接去轉武康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盡量多轉直行啦 稍微吃一個昇華這樣子齁 好 對 他一定會高過10康 所以不用擔心啦 好 沒有一波帶走 就是再轉一次 就一樣齁 轉直行稍微吃一個昇華 好 來 這邊帶走沒有問題齁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數字盾2-3 我們可以開個龍科之力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全力去轉2-3就沒問題齁 誒誒 這邊亂掉 好 OK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齁 來 第三關這邊有一個復銷重置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增傷開下去了 好 不過我們現在還打不到他齁 我們就先給他 好 來 這邊就再一次 好 這一隊的減傷真的非常猛齁 好了 接著就可以全力轉啦 好 最後記得停在那個紅綠燈的部分這樣子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齁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這個去把他炸掉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補一個技衣沒關係啦 然後這邊的話就直接開龍科之力稍微再減一下齁 好 這邊一樣全力轉就可以了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這個還原版面齁 好 還原版面之後呢 就直接全力轉 這邊是那個凝結珠齁齁 比較不好處理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還原的比較舒服一些些啊 好 來 這邊也是直接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第五關 好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是首消耀大於等於指定7啊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是全力去轉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是全力去轉就可以了 那你沒有一波帶走沒差 他有失誤的空間齁 好 好 來 這邊一樣直接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這邊一樣直接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先開這個二技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直接開這個 再去增加他那個追打 那注意這邊就是不要手消到新珠就可以了 你要疊或是幹嘛都行 就記得不要手消到 好 來 這邊的話呢我想一下喔 好 來 再去把他炸一次齁 好 這邊的話就一樣全力轉就好了 就記得不要手消心啦 不然要再多花更多回合齁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要來無視這個二三四五屬 那要幫我注意一下它是反手消光暗的版本齁 好 這邊的話我們開下去 那場上的話就會變成只有光啦 暗就被轉掉了嘛 那這邊我們就是直接用三屬來疊那個光珠的部分 好 這邊光珠有疊到基本上是也沒有問題齁 好 我們好像也幾乎快全消光了嘛 好 來 這邊無視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七關 來 第七關三隻自爆 你如果血夠的話啦 像我這邊血是直接夠的 你要讓他三隻一起爆炸行不行 當然也可以齁 好 來 這邊開個龍科之力 好 等一下就要被重置掉了 所以這邊如果你有招想開就趕快開一開吧 好 這邊的話我就去把那個三屬區隔開來 好 來 這邊三隻一起送走喔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就是來到舉世文明的浪費生命盾的地方了齁 這邊真的就是超級浪費生命啊 好 來 這邊的話你就去轉隊他的combo 一開始是六康 好 我們就去轉隊六康 轉隊他就會自己自殘了齁 對 尤其是這一隊還會天降啊 救命啊 這一關真的會變得很久很久齁 好 接著每回合都會幫你轉一個十康版面出來 你就稍微利用一下下吧 好 來 接著是八康齁 1 2 3 4 5 6 7 8 好 OK 好 來 接著就是九康的部分啦 九康你可以把一組六顆黏在一起 剩下全部三三切開齁 這個是比較直觀的轉法嗎 算吧 啊 來不及 好 這邊有一次的失誤空間只有一次齁 所以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齁 這一回合是我沒有轉好 抱歉 來 九康再一次 好 我想一下齁 九康的部分 哪一組黏得比較近啊 應該是光珠吧 好 這邊就直接轉 好 這邊就直接轉 那等下十康的話就是全部三三切開了 這個就應該不用再多說了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齁 就你要轉那A的時候 他就偏偏給你B比較好轉 然後要轉B的時候就會變成A比較好轉齁 就例如說我剛要轉九的時候 那個版面切十康順很多啊 然後要轉十的時候 那個版面切九康好很多啊 好啦 這邊的話就讓他自己自殘死去齁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第九關 第九關也是超級浪費生命 我們要在這邊稍微洗一下技能 好 那這邊稍微講一下齁 他消到水是不會怎麼樣的 所以 對 我們就是利用這一點 慢慢去洗一下技能吧 他反擊再加打過來 我們絕對不會死去齁 好啦 只是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回血 不要說真的不會死 然後你就直接一直 對 就那樣子 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消水以外 唉 稍微回個血齁 不然很危險啊 你就盡量把那個水在右半邊消掉 這樣比較不會有額外的問題啊 好 來 這邊buff有跳 都可以先把他開下去齁 好 來 烏瑞亞跳 這邊就是暗號了齁 你看到這個烏瑞亞有跳起來 就可以直接把他帶走了 好 這邊就注意不要再去手銷到那個什麼 水珠就好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6倍 好 這邊就直接全力去轉 好 這邊就直接全力去轉 你要疊珠可以 但是也要記得留一個加護珠下來 這樣子才有辦法造成傷害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關啦 好 來 王關這邊是強化盾的部分齁 來 我們就開這個G1 不 G2啦 G2 好 這邊的話就一樣全力轉就可以了 好 這邊的話就一樣全力轉就可以了 光星有護肩齁 所以這邊的話你有消到新牆 是新強化組齁 不是你的新有一道牆齁 來 這邊的話就直接轉 好 來 這邊就直接A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是一個拼圖盾齁 那你要用瑪娜去無視掉 或者你要自己去拼神強進去 其實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想怎麼處理齁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用瑪娜無視 想比較快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突過去啦 好 來 接著來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這個 然後開他的二技 你可能會想說 哇 這一關不是反強化嗎 你這樣造一堆強化出來 來 我跟你講 無屬射白白 就是在這時候用的齁 無屬性是一定可以射穿反強化盾的 所以這邊就直接轉就好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轉就好了 好 還一個沒有滿版 差一點 好 來 這邊就靠著無屬射白白 直接射貫穿出去 沒問題齁 好 來 最後這邊的話 就把帝皇龍甲獸開下去 好 然後就直接空轉送給他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就是 神聖天使獸與天女獸 通關這個奧丁的齋惡集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而且有一次三成就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